夺赦指的是借助他人身体还扬重生 在凡人之上的神仙与妖怪 都可以利用自身强大的元神 入主凡人的身体 从而掌控控制权 唐僧那二徒弟猪八戒 就是夺赦重生 他介绍自己来历时曾说过 我本是天河里的天鹏元帅 只因酒后戏弄嫦娥 被玉帝打了二千锤 殿下凡尘 一灵真性竟来夺赦投胎 夫妻错了道理 投在个母猪台里 变得这般模样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 猪八戒被贬下凡后 本想夺赦凡人的肉身 血淫荒房找错宿主 这才变成了一头猪 可见 夺赦也不是能任意挑选的 没了肉身的元神 必须在短时间找到宿主 才不会湮灭 不过同样是夺赦 另一位功德佛 可比猪八戒投的好多了 当年 如来为了东传佛法 派遣坐下二徒弟金蝉子转世投胎 作为灵山内定的沾探功德佛 金蝉子夺赦自然要精挑细选 于是就选择了大唐状元陈光蕊 与当朝丞相之女阴温娇的儿子 并利用唐僧玉帝的身份 取得了真经 而无底传下的那一具肉身 正是被夺赦了的金蝉子